一百五十四頁 我要先來講課本的題目 課本的題目很重要 請翻到課本一五四 一百五十四頁 請把你的課本打開 一百五十四頁 下面有一題隨堂練習 這一題隨堂練習 蠻重要的 我們會很仔細來講它 這個題目我們給他三個讚好 這是個參考人考題 等一下裡面有一些細節 要來跟考學說明一下 這個題目他說已經知道A向量 還有B向量 他們都是什麼 物平行 的什麼 的非零向量 各位先把這句話畫起來 A跟B這兩個向量都是不平行的非零向量 然後時數ST滿足 來下面這個條件 S乘上兩倍的A向量 再加上B向量 OK 然後加上什麼 加上B倍的A向量 加兩倍的V向量 好 加起來之後會等到什麼 三倍的V向量 OK 然後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請問S跟T是多少層次 OK OK 這個題目要怎麼做 同學你知道這個題目要怎麼做嗎 同學這個題目來靠這邊 同學 這個是不是一個等式 它會等於它對不對 我們就令這一坨東西叫做誰 令這一坨東西叫做V向量 來跟中文一起寫 他們就是V向量 好吧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做V向量 給他一個名字叫做V向量 然後同學你看喔 現在喔 這一個傢伙 這一個傢伙 我等一下要把它怎麼樣 等一下我要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我等一下要進行整理 把它整理成什麼東西呢 把它整理成什麼東西的A向量 再加上來什麼東西的V向量 這樣可不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等一下我會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把它寫成什麼A向量 加上什麼V向量 然後同學 右邊這裡 這一個 這一個傢伙 這一個傢伙 我也要把它打開 欸 我也要把它打開變成什麼 變成什麼東西的A向量 再加上什麼東西的V向量 這樣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要做這件事情 等我一下我親個 我幫你的同學請教 可以嗎 這什麼東西啊 刺背錶索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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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標本的 喔標本喔 老鼠的標本 是嗎 煮湯的那個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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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叫水紅之類的 等一下拿到別的地方 不然不小心喝到那就完蛋了 放這邊 放這邊 那跟我的水平要把它分開 好不好 看這裡喔 頭小我問你一件事情 來看我這邊看我這邊 三倍的V向量啊 我問你 我現在把它寫成幾倍的A向量 叫幾倍的V向量 這裡是多少 這裡是0 這裡是多少 3對不對 那現在這裡喔 同學這裡我如果把它打開 請問它是幾倍的A向量 幾個S 2S加上多少 T 所以來這邊寫 2S加上T 對吧 我把它打開 然後把A向量提出來 然後打開之後 把B向量提出來 這裡會變成是S加上2T 所以這是變成S加上2T 好 我們昨天的課程 有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喔 同學這個V向量啊 如果用A向量跟V向量 這兩個不平行的非連向量 來做組合 這個叫性性組合 同學出來的結果會有什麼性 會有唯一性啊 它組合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只會有一個 我昨天是不是有證明過 對吧 它的係數 來仔細聽 它的係數一定會有什麼性 係數一定會有唯一性 昨天我們有證明過這件事情 來 係數有唯一性 那既然係數有唯一性的話 代表說這種組合方式 跟這個組合方式 其實是同一種 簡單來說 同學 2S加T其實就是誰 就是0啊 然後這個S加2T就是誰 就是3啊 那你去解連例 S跟T不就解出來嗎 聽懂我意思嗎 這個題目的觀念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準備來解連例喔 來跟著我一起寫 2倍的S加T 2S加上T 會檔為多少 會檔為0 然後S加上2倍的T 會檔為多少 會檔為3 好請同學幫我解連例 算出這個S跟T是多少 來 S是誰 然後T是誰 OK 來我等你喔 來幫我算 幫我算 欸 算出來了嗎 算一下喔 算好了嗎 先出有唯一性嗎 昨天是不是證明過 好 做這個新性組合去合成 合成出外的結果 只會有一個 絕對不會出現另外一個 好就是這個叫做唯一性 對吧 合成的結果只會有一個 會有唯一性喔 我們要透過這個唯一性喔 來解這個題目 來所以同學你告訴我 S解出來是多少 講話呀 S解出來是多少 是不是負1 T解出來是多少 2嘛 所以這題答案 S跟T是不是叫負1 2 就這樣子而已 可以齁 好 可是這邊喔 要跟同學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來同學看我這邊喔 同學你知道 考試的時候啊 有時候會考一些觀念來考題 他會這樣設計喔 同學A跟B是不平行的非0向量 這一句話其實它非常重要 如果這一句話拿掉 你覺得這個考題啊 最後答案是負1跟2嗎 我跟你講這一個題目 就會出很大的錯誤 同學 這一句話是個很重要的前提喔 不平行的非0向量 請你把不平行三個字 好了畫起來 同學這句話如果拿掉 為什麼這個題目就會出狀況 誰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這句話絕對不能拿掉 沒有這句話這個題目一定會有問題 誰可以解釋為什麼 同學數學的理論喔 獲得一個問題 它都會有一些前提 你要在這個前提裡面喔 才可以去處理這個問題喔 同學如果平行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譬如說我先想看喔 來你看這裡有一個A向量 假設這個A向量長度是2 然後來這邊有一個B向量 來這個B向量長度是多少 好假設是3 然後這邊來團圈你看喔 這邊有一個C向量 這個C向量長度是多少 假設是5好了 我現在可不可以問同學 A向量跟B向量現在是平行對不對 如果是平行的話 我用這兩個向量來組合這個C向量 你覺得組合的方式會有幾個 譬如說一種想法就是C向量可以寫成A向量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B向量 這是不是一種方式 對嗎 然後我可不可以問你 這個C向量是不是 它也可以寫成2倍的A向量 再加上 如果把這個A向量放大變成2倍 然後再加上幾倍的B向量 再加上1 3倍的B向量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同學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然後你看喔 它的係數 這個係數是1 這個係數是2 這個係數是1 這個係數是1 3分之1 同學請問 這樣組合出然的情況會有微移性嗎 是沒有微移性的 所以同學這句話 我們昨天其實在證明的過程裡面 就很強調 同學A跟B這兩個向量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不平行 不平行的話 你做線性組合才會有微移性 這樣你懂嗎 一定要有不平行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一定要有 這跟我們高1上所學過的一個東西很像 你猜高1上我們學過什麼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 來順便幫你複習一下高1的數學 Example 1 你跟著寫寫在旁邊 我們在一年級的時候 好像有學過一個東西 叫做A加BI 有學過這個東西嗎 會等於C加上什麼I 珠I 同學你有看過這個東西嗎 A加BI這個叫做什麼數 I叫做虛數對不對 然後這個A叫做實部 這個B叫做虛部 A加BI等於C加珠I 請問同學我能不能得到底下這個結果 什麼結果呢 A一定會等於C 而且B一定會等到多少 珠 這個題目我們在教育上其實就談過很多次 同學這如果是一個是非題 你覺得它是對還是錯嗎 A加BI等於C加珠I 則A會等於C B會等於初 請問它對還是錯嗎 對還是錯 還問我們一下 對還是錯 那問我們的意味好了 你覺得對還是錯嗎 10部等於10部啊 虛部等於虛部啊 你不覺得看起來好像對嗎 同學你覺得對還是錯呢 錯 我跟你講它是有問題喔 這個東西它不見得會成立喔 它如果要成立的話 它要有一個前提喔 它的前提是什麼 你要加上一個什麼樣的前提 才能夠讓它變成是對的呢 來誰可以告訴我 它的前提是什麼 來快點順便複習一下高一上的數學 同學數學的前提很重要 在某些前提底下 你的結論才會成立 來它的前提是什麼 ABC珠都要什麼數才可以 都要時數啊對不對 來它的前提是 ABC珠都要是什麼數 都要是時數 它才會是正確的喔 高一這個也要證明 ABC珠都要是時數 這一件事情才會是對的 時部等於時部 虛部等於虛部 聽懂嗎 如果你忘記你可以回去看我的影片 高一上帝四十七號 這個我去看一下怎麼樣 我寫錯題前提前提不是這個題嗎 我中文不好不好意思 不然前提的題是哪一個題 前提的題不是這個題嗎 蛤真的假的 你是說前提的題是這個題耶 是這樣子嗎 對 是這樣子嗎 不好意思跟你說聲對不起 周文不好 OKOK 可以吧 還有一個東西跟它長得很像 同學你還記得嗎 這個高一上的時候 這兩個東西我們都放在一起比較 同學 A加B更號2 來跟著我寫 如果檔於C加上珠什麼 更號2 A加B更號2 檔於C加珠更號2 請問我能不能得到底下這個結果 什麼結果 A一定會檔於C 而且 B會檔於多少 B會檔於珠 A straw 誰會檔於為何 B會寫 Danke B會文5 UNR Lehrer 誰笑 AKAN 不要理他 看他好像有點毛病 老師我們 老師我們去當演員 박 當演員 我們可以先看這裡嗎 我們不叫 Patricia deben謞 先回來 Low콕你在幹嘛 represented 我們還要走 我們要當很久 哦好 欸 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們進度要繼續 同學A加B更好2等於C加數更好2 同學A會等於C而且B會等於豬嗎 我看到這件事情它也不一定是對的喔 同學我跟你講你要打差 打差 什麼情況下它才是對的 它的前提是什麼 前面要補一句話 這一次我不會寫錯字 前提的題是這個題對不對 好來誰可以告訴我 ABC主要有什麼書 他才會對 高一上有教過 你們高一上沒有學術學是嗎 高一沒有 我已經對高一的術學完全失去經歷了 我跟妳講不怕是太小 等一下妳要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這學校真的 大家有點問題 OKOK 來我們回來這邊 我最近是生病的 你們都不關心我 然後同學進來這樣 嘻嘻哈哈的 喔我感冒好嚴重喔 來同學 黑膠皮膠好的C加數稿 我跟你講我們班喔 一堆很感冒 然後一堆很感冒 不帶頭照 討厭死了 那個病菌 然後班上整個都關起來 然後那個病菌到處傳來 一堆感冒都受不了 欸都有問你這前提 那就可以停課了 要加什麼前提他才會對 ABC柱要什麼數 時數 什麼數 時數 時數 有理數 時數會不會太 復數 什麼數 復數 有理數 有理數 對來寫上去 這個ABC柱 對 要有理數才是對的 好 超越數 超越數 對 來寫上去 好 順便幫你複習一下 投入上學的東西 我這邊喔 為什麼特別要強調這個概念喔 我只是想跟同學講 同學前提很重要 你一定要注意在什麼前提底下 什麼樣的結論才會成立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很多同學都不看前提喔 他都不會看說前提是什麼 他看到題目就想結束 其實不對 你要先把前提搞清楚 少了這句話 這個題目就很大問題 OK 那我們這個題目就先談到這裡 然後在課本裡面呢 接下來還有一個重要的考題 請翻到155頁 來 他的隔壁155頁 對 他隔壁啊 155 155頁 同學他下面一樣有一題 什麼列寫 隨場列寫 我帶你做這一題喔 來 下面一樣有一題水桃 這個隨場列寫比較簡單 我們給他兩個站就可以 不過這個題目也蠻常考的 你可以初記一下 這種題目其實正式還蠻常考的 他說有一個什麼題目 平行四邊形 來 我畫一個平行四邊形 OK 大概是這樣嗎 好 這個平行四邊形是A V C 豬 然後他又把他的對角線 A C把它畫出來 好 然後這裡 這邊有一個E點 好 這邊有一個E點 然後他把這個VE把它領起來 對吧 給我們一個條件 他說A1向量 A1向量會等於幾倍 會等於三分之二倍的A C向量 好 下面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們一個一個來做 第一個問題問你 這個A1向量 他如果寫成X倍的AB向量 再加上Y倍的什麼 A株向量 請問X跟Y的是多少 好 來 同學你看我這邊 同學AB向量在哪裡啊 你把它畫出來 同學AB向量是這一個喔 來 你用你的看用符顏色的筆把它畫出來 我的習慣是要把這些向量 先把它標示出來 來 同學 那A株向量是哪一個 A株向量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A株向量 同學我問你 這兩個向量有沒有平行 這兩個向量沒有平行喔 所以你現在用這兩個向量去做線性組合 組合出A1這個向量 這個組合出來的係數一定會有什麼性 一定會有唯一性 他就是要問你這個係數SY是多少對不對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 問什麼事情 同學A1向量的長度 是AC向量的三分之二 這一段是這整段的三分之二 代表這兩段的長度比是幾比幾 在講話喔 這一段的長度 這一段嘛 這個向量是這個向量的三分之二 所以這一段比這一段是幾比幾 2比1 對啊 2比1啊 你就寫個2 然後同學要寫圈圈喔 這裡要寫個1寫個圈圈 你知道為什麼要寫圈圈嗎 如果你沒有寫圈圈的話 很容易讓人家誤解成 那是一個長度 其實這個是比例關係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開始做這一題 這一題其實很簡單喔 這一題怎麼做呢 來 請看完這邊 導演題目說 這個A1向量是三分之二的什麼向量 三分之二的AC向量 好 所以他寫成三分之二的 來 請問同學 這個AC向量是不是剛好是這個 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這個向量 根據平行四邊形法則 這個AC向量其實就是AB向量再加上的向量 A珠向量對吧 這個AC向量其實就是AB向量 再加上哪一個向量 再加上A珠向量 不是嗎 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很簡單啊 向量的加法 對不對 這個剛好是對角線嘛 所以你再把這個三分之二寫進去 他就變成三分之二倍的AB向量 再加上三分之二倍的A珠向量 好 所以我想這一題喔 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來 我們的S跟Y是多少 我們的S是三分之二 那我們的Y也是三分之二 叮咚叮咚 結束了 對吧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 第一題喔 然後接下來第二題 第二題這個題目就很有意思喔 合理考試的話 這個第二題你要特別注意 所以第二題你要特別畫一個讚喔 第二題這個題目它比較重要 好 給它兩個讚好了 OK 第二題這個題目它說什麼呢 它說EV向量EV向量 如果一樣要把它寫成R倍的AV向量 再加上S倍的A珠向量 那麼請問R跟S是多少 它要用AV跟A珠這兩個向量 來合成EV這個向量 請問它的係數是多少 這個係數有微移性 所以你算出來只會有一種答案 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我等你喔 要怎麼做呢 導演你知道EV向量在哪裡嗎 EV向量在這裡 綠色的這一個EV向量 好看喔 來你看一下 你的這一題要怎麼做呢 看一下